那是一个夏夜,重庆的天气一如既往的热情似火,但在那个夜晚,全程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一个地方,500的重庆演唱会。 这不是一场普通演唱会,而是一场青春的狂欢,一次音乐的盛宴。 当晚,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,观众们从各地赶来,只为了一次难忘的音乐体验。 他们有的带着期待,有的带着青春的回忆,有的则带着对未来的憧憬。 而舞台上,500和他的乐队一一声辉,他们用音乐照亮了整个夜晚。 500的演唱会,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,他弹奏吉他的双手,似乎拥有魔力,每一个指尖的动作,都能激发出动人的旋律。 而他的嗓音,沙哑而深情,仿佛每一个字都是对青春的倾诉和回忆。 他不经意间的微笑,仿佛是告诉我们,那些年少的梦想和希望,都藏在了他的音乐里。 那晚的演唱会,500不再是一个被束缚的吉他手,他就像一个自由的舞者,在音乐的海洋里尽情挥洒,他不再被话筒所束缚。 他的声音像翅膀一样飞翔在全场每一个角落,那是一种解放,一种对音乐的解放,也是一种对青春的解放。 演唱会结束时,观众们仿佛还沉浸在那个音乐的世界里,不愿离开,他们高声呼唤500的名字,仿佛想让这个美好的夜晚永远延续下去。 人民日报对这场演唱会的评价非常贴切,500从不假唱,因为观众会替他唱,从不炒作,因为官媒会变着法夸,从不过气,因为他的歌永不过时。 为什么现场看演唱会会让人流泪,也许是因为太多的七十八十,90后在这场演唱会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,他们感到了青春的流逝,感受到了生活的沧桑,他们也许已经嫁给了爱情,也许已经娶到了最爱的那个人,也许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,但是他们仍然怀念那个青春无悔的年代,怀念那个每天充满梦想和希望的时光。 在那个年代,每天课间广播里流淌出的旋律,是他们青春的记忆,那些无畏无惧的日子,那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心情,都在500的音乐中得到了释放,看着满场的观众,有的身材发福,有的头发稀疏,他们都是曾经追逐梦想的孩子,现在已经是社会的中间力量。 那晚的演唱会就像一场青春的回忆之旅,500的歌声仿佛带他们回到了过去,那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代,他们在台下热泪盈眶,不是因为悲伤,而是因为怀念,怀念那个简单的年代,怀念那个纯粹的自己。 这就是500的演唱会,一场青春与回忆的盛宴,在这个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里,我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梦想和希望,但是当我们听到500的音乐时,那些久违的感觉又重新回来了,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畏无惧的青春岁月,那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光。 青春,那个遥远的词汇,如今已经变成了深深的怀念,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,我们像野草野花一样疯狂生长,没有指引,没有方向,仿佛被所有的规矩和要求包围,心中的想法和压抑的情感不断交织碰撞。 那时,我们梦想着未来的职业,想象着与谁共度一生,而现在,似乎转眼间,我们已经在为子女的婚事操劳。 500,这个名字对音乐界来说意味着颠覆,它的演唱会方式让人瞩目,它并不像其他歌手那样独自站在舞台上,而是将歌迷们聚集在一起,依赖大批的合唱者来营造气氛。 这种独特的演出方式,让人称它为演唱会指挥第一人,它坚信,这种方式并不是颠覆,而是一种音乐的共鸣,它认为音乐是一种集体的体验,通过这种方式,它能够与歌迷们更加亲近地分享音乐的力量。 在郑州的演唱会上,热情高涨的歌迷们欢呼声和唱声此起彼伏,令人兴奋异常,500的演唱会,常常被网友戏称为唯一不存在假唱的演唱会,因为它在演唱会上几乎不亲自唱歌,相反,它激励歌迷们一起高歌。 这种集体的演唱方式在500的音乐会上成为一种传统,500的音乐穿越了不同年代,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 年轻一代的歌迷们对500的音乐也充满了喜爱,尽管他们生于数字化时代,但他们也被500的音乐所感染,500的歌曲中充满了情感和青春的回忆,那是一段我们都不愿忘记的时光。 这些元素如同一道道清泉,深深地滋润了年轻人的心灵,在500的演唱会上,他们与年长的歌迷一同高歌,感受着跨越时空的情感交融。 年长的歌迷常常将500的音乐与自己青春的回忆紧密相连,他们在年轻时曾为500的音乐痴迷,而如今在演唱会上再次感受他的音乐魅力,这让他们有机会重温那段青春的记忆。 在500的演唱会上,不同年龄层的歌迷们共同用音乐来释放内心的情感,怀念那青春的美好时光,这种音乐的夸代情感共鸣。 使500的演唱会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场所,一个可以汇聚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地方,共同享受音乐的魔力。 500的独特演唱方式和音乐的情感共鸣展现了音乐的力量,音乐拥有一种独特的魔力,它可以突破年龄、文化和语言的界限。 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500的音乐传承着台湾流行音乐的精髓。 他的歌曲既包含着深情后裔,又充满了激情肆意的摇滚力量。 这种多元化的音乐元素使他的音乐具有广泛的吸引力,能够触动不同群体的心灵。 500的音乐不仅在台湾,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推崇。 他的音乐作品一直以来都备受赞赏,成为了许多音乐人的灵感之源。 500的独特演唱方式和音乐传承,展示了音乐的力量和情感共鸣的重要性。 他的音乐将不同年代的歌迷紧密联系在一起,让人们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。 他的音乐成为了台湾音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 同时也为全球的音乐爱好者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感动。 通过他的音乐,人们可以释放情感,共同怀念青春,这正是音乐的独特魔力所在。 今年,500的演唱会频率高,长次密集,经常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。 他的名字几乎每次都能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,但大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, 那就是今年的500演唱会闭脉了,只是在台上聆听观众的合唱。 这样的合唱现场引发了歌迷的欢呼和热议, 有些人可能会花上几千元购买那场票, 期待在500的演唱会上享受一场音乐的盛宴。 然而,他们却发现自己在唱,而500却几乎没有多唱两句。 尽管500在演唱会上的表现有些不尽如人意, 甚至有时会有些糟糕,但他的粉丝对他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。 500在演唱会上经常与观众互动, 他会把话筒递给台下的歌迷,让他们接上下一句或整首歌。 然而,在其他歌手的演唱会上, 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跑调或接不上下一句的情况, 但在500的演唱会上,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问题。 相反,500的歌迷几乎可以将他的所有歌曲完整演唱, 这主要归功于500的真诚和他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。 500的歌曲风格多变,有洒脱,真诚,深情等多种风格。 他的歌曲不仅在旋律上优美动听,而且在歌词上也很有深度, 展现了他对生活和个人经历的掌握。 这些歌曲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名字,但一听旋律就能跟着哼唱。 与其他一线男歌手相比,500可以算得上是前辈中的前辈。 他多年来一直在创作并推出新作品,至今已有超过300首歌曲。 这些歌曲不仅在传唱度上极高,而且在音乐市场上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。 500的演唱会现场往往会出现全场大合唱的场景, 这让他非常感动和欣慰。有时在演唱会上,他会吐槽说 大家先不要唱了,让我唱两句,但他的歌迷们总是忍不住和他一起唱起来。 500的形象深入人心,他的打扮一直保持不变,头发凌乱不精神, 脸上的皱纹年负一年加深,他的形象似乎不受时间的痕迹影响, 因为他永远都是那样的造型,这也是500强烈的个人风格之一。 尽管他的外貌并不出众,但他的走红并非没有道理。 多年来,500一直默默无闻,事业一度停滞不前,处于低谷期。 早些年他开演唱会时甚至连票都卖不完,但他始终坚持不懈, 如今再次走到了一线,让大家记住了他。 人好奇为什么这么多歌手坚持不懈? 唯独500走出来,在中年时期再次获得成功,令人难以忘怀,原因在于500的真诚和独特魅力。 在他还未走红时,他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忠实粉丝,这些粉丝跟随他的音乐脚步,支持他的事业发展。 如今,他的演唱会门票依然难以抢购,甚至还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赞。 总之,500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魅力的歌手,他在音乐上的独特风格和真诚态度,让他成为了众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。 他,一位敬业无比的艺术家,即便是超过预定时间,也总会给观众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感动。 每当他站在舞台上,就如同一位魔力思义的表演者,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。 多年来,500的演唱会成为了歌迷们心中的圣地,他以歌声作为唯一的媒介,从头唱到尾,没有华丽的舞美,没有繁复的道具,只有他和他的音乐。 这种纯粹的音乐呈现,让观众看到了他的真诚和热爱。 500的现场演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,那种全场大合唱的情景,仿佛是一种魔力,将每一个人都融入了音乐之中。 他以自己的方式,展现出音乐的魅力和力量,让人们沉测其中。 他拒绝依赖电视广告和综艺节目的宣传,选择通过自己的演唱会来吸引观众,那是一种对音乐的坚持,对艺术的尊重。 他在台湾举办的十场巡回演唱会,规模和场次都让人瞩目,电视台主动宣传他的演出,他的名气逐渐上升,演唱会规模和观众人数也在不断增长。 他的演唱会不仅仅是一次表演,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,观众们看着他,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听到了自己的心声。 他的歌曲,无论是爱情的尽头美丽新世界,还是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,都唱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 他的创作能力让人惊叹,无论是电音还是摇滚,他都能轻松驾驭,他的作词和作曲能力从未有过瓶颈。 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,即使是一些冷门的歌曲,如今听来依然让人感叹其才华横溢。 在今年众多火爆的演唱会中,500依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,这充分展示了他的能力和影响力。 他的音乐态度和坚持,让他在中年时期重新走红,成为了观众们心中的偶像。 500的音乐和表演,不仅仅是一种娱乐,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。 在那个时刻,观众们能在歌曲中轻松地宣泄自己的情绪,表达自己的态度,他的演唱会成为了观众们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。 总的来说,500是一位敬业,真诚才华横溢的音乐家,他的音乐和表演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情感的释放, 无论是因为他的真诚、朴实的歌曲,还是他与歌迷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。 500都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,引领着音乐的潮流。 500的音乐,就像是井生活中的一股清流,常常流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无论是发廊里的吹风机,还是KTV里的疯狂唱腔,甚至是杂货铺里悠扬的旋律,都能听到他熟悉的声音。 他的歌词,就像我们平凡生活中的座右铭,既朴实又励志,带有一丝幽默,总能轻轻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 他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标志性人物,他的歌曲是那个年代最经典的声音之一。 当我们回忆起那个时代的音乐巨头,林生祥,罗大佑,李宗盛等等,他们的音乐风格各异,各有所长。 而500,也许并不如他们那样光芒四射,甚至有些低调,但他的音乐,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引起全场大合唱,让人们共同沉浸在他独特的世界中。 500在中年时期再次获得成功,这背后离不开他坚定的音乐态度和不懈的坚持。 他的音乐旅程并不平坦,但他始终保持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,即使在困境中,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 正是这种精神,让他的音乐在岁月中愈发沉淀,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 对于500这样的歌手,我们心怀敬意,他的音乐和演唱会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感动和回忆。 他的歌曲见证了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,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时刻。 他的演唱会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,让人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力量。 留言讨论吧,让我们一起分享对500音乐的感受和故事。 他的音乐是如何影响你的,他的演唱会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体验,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独特的情感,让500的音乐继续在我们心中回响。 那个时候还在想着以后选择什么职业,找什么样的人结婚。 现在,过几年就陆续开始张罗孩子的婚事了,已经快要忘记我们曾经也有期盼与梦想。 不要嘲笑大雨旁途中淋湿的人,不要嘲笑那些边唱边流泪的人,那眼泪无关歌手,无关某个人。 是缅怀那段最自我最喜欢的时光,还有接受不想老去又不得不老去的无奈。 去演唱会听500的歌,就是一场青春与回忆的吩咐,站在了我的面前,你在台上闪闪发亮。 我们在台下热泪盈眶,为什么现场看演唱会这么多人会哭? 是不是因为太多的708090后,感觉没有几个人嫁给了爱情,也没有几个人娶到了最爱的那个人? 连听一场演唱会都深不由矣,前奏响起,以泪流满面,想起高中的课间广播每天流淌出的旋律,想起那无惧无畏的青春岁月,看着满场身材发福,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女。 原来青春离我们那么远了,在那个物质与精神匮乏的年代,我们像疯狂的野草野花,没有指引与方向,肆意生长,无边无际,又仿佛被所有规矩和要求包围。 那种压抑的感觉,和内心深处渴望被理解的想法不断交织碰撞,成为我们压抑又无法释放的情绪。 那就是青春吧,那个时候还在想着以后选择什么职业,找什么样的人结婚。 现在,过几年就陆续开始找我孩子的婚事了,已经快要忘记我们曾经也有期盼与梦想,不要嘲笑大雨旁左中淋湿的人,不要嘲笑那些边唱边流泪的人, 那眼泪无关歌手,无关某个人,是缅怀那段最自我最喜欢的时光,还有接受不想老去又不得不老去的无奈。